品质是不是让人蛮担忧的呢 急诊室的病床一位难求 没有空的床呢 病患只好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面 而后来呢 还被加收终点费 一个小时高达800块钱 病患的家属上网吐苦水 引发了回响 显示台湾急诊室一位难求的状况 真的相当严重